今天來這裡宣布一個好消息 就是這個禮拜五 6月30後我們就要啟動第一階段的通車 未來台66線要上歐山的車輛就不用再下到平面的道路 這個時候就可以有效的分遊 剛才我一聽不得了88%的車子 是要上歐山 這實在是很難想像 這也表示說我們桃園市在近年來都有很好的發展 從鄭文燦市長他的努力破壞之下實在是發展得很好 不管是航空城也好 或者是亞洲系譜還有各種軌道建設 都是逐步的到位 那當然城市的風貌就有完全的改變 那整口就如同剛才蘇副市長講的 穿下了歷史新高 現在還在增加 那近年來這個桃園的觀光也有很好的發展 那實際上這個大溪老街每年都有百萬人去參觀 所以要到大溪的人 又會面臨到這個交通的問題 所以大溪交流道 能夠來做很好的這樣的建設 我相信對於桃園也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這一隻肥羅所在決於金城市 並沒有更好的 是有不同的 對純市長 不過是一個了解的 肯定收藏 在監視中